为了促进新北市城乡发展均衡 新北市长侯友宜决定调整人事 调动包含像是永和板桥三重泰山等24区的区长 为了促进新北市城乡发展均衡 新北市有24区区区长调动 其中原本的泰山区区长林庆丰 就换到树林区当区长 原本担任社会局科长的郑淑敏 色调任为泰山区长 天外天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泰山区新任今天刚上任的区长 郑淑敏在这边先跟各位恭喜兔年行大运 能够来到泰山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泰山我们有7.7万人19.16个平方公里 虽然这个地方非常大我刚新上任 可是这边的这个17位里长呢都非常的团结 我们会一起呢把这个地方建设或者在人物的部分 能够一起的跟议员里长们一起的努力 新上任区长的郑淑敏 承诺会像前区长林庆丰一样努力 也一定会让泰山区有更好的发展 那像我们最近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泰山温载郡的第一期 刚好是在我们泰山这边 那这边里面会有非常多的一个建案 或者是一些投资建设的部分 那公所的部分也会跟我们在地的这些议员里长们 大家一起努力 那在人物的部分在软体建设的部分 只要区内也有去提出需求 公所的团队也一并都会纳入一个考虑 在金钱及人力许可的范围之内 我们都会把它完成的一个做好 区长郑淑敏认为 泰山区是一个里长与里民都很团结的地区 他希望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能让泰山区有更长远的发展 记者沈志勇 江桥维 泰山采访报道